2003年1月25日 上海 已经退休多年的老牌刑侦探长袁有根 从市局领导那里 拿回来了一罗报纸 一时间 他有点愣神 他不知道这报纸是谁寄来的 是当年那个美国基督总署 驻香港联络站首席联络官琼斯先生 还是基督行动队队长摩根 或者是那个助理检察官史文迅吗 厚厚的一罗报纸 可是上面的标题都一样 轰动国际仅礼于运夺案 主贤被杀 报纸上醒目的标题 让干了一辈子刑侦工作的袁有根 心里是感慨万千 我手中的这份报纸 就是当年袁有根手里 那一罗子报纸当中的一章 一起来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纽约乔社 发行时间是2003年1月17日 星期五 来看一下这篇报道中的具体内容 王宗小46岁 于本月14日凌晨20 50分 与未婚妻从法拉圣 法林顿街 酒吧 走出去车时 遭到埋伏在黑暗处的 两名疑似华裔的歹徒 以大菜刀斩断右腿 后面是 王宗小在被送院途中 因为失血过多 宣告不治 最后呢 还配有新闻现场的照片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 横尸街头的命案 会如此牵动 原有根的心呢 原有根 原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副处长 1950年参加工作 1995年退休 在46年的警察生涯里 无论是作为普通的刑警 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 应该说他没有什么遗憾了 不 应该说他有一个 倒不是那种离开警察生涯的遗憾 而是对于他曾经侦办的一起 贩毒案件的遗憾 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两个关键词 谨礼于 王宗小 这成为他15年来 一直为之揪心的 隐痛 王宗小 1988仅礼于跨国贩毒案主犯 因为案件涉及中美两国 中国警方为了配合美国警方取证 同意将王宗小转为污点证人 带往美国出庭作证 而原有根就是直接参与案件侦破 以及亲自押送王宗小赴美中方代表 只是王宗小被原有根带出去后 却一直滞留美国 逍遥法外 直至15年后 原有根得知 他横尸美国街头的消息 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宗小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这一切还得从171条谨礼于说起 1988年3月9日凌晨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接到了线人的举报 一伙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入余副中 并打算于当天的13点40分 通过CA981号航班 由上海的虹桥机场运往美国三藩市进行贩卖 对于这条线报 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即刻组织警力前往机场拦截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 袁有根参加了这次行动 但是还没有等到公安人员赶到现场 在机场里 鱼肚子里藏有毒品的消息就传开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这里有一段 袁有根的回忆录音 一起来听一听 他有大概是二十项不是二十五项 他拖到公司 公司呢又给你博光送出去 再打开看 你看这数据队里面水才少 水才少了嘛 你拥夺美国 就死掉了 他们也好心也多 跟你这加点水 这加点水 你看什么有死鱼的 死鱼的这一看 都自己没封锅嘛 有 这个是什么 打开你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原来在公安人员接到线报的时候 机场的曝光公司的人员也发现了情况 有意思的是 居然是因为工作人员好心 觉得水有点少 怕半路上鱼死掉 想往里加水 才发现了事有蹊跷 报了案 说白了 这批毒品还没有到海关 就已经被截获了 看来这是上天注定了 这批毒品是逃不过公安机关的手掌心了 那么现场究竟是什么样 锦鲤鱼是如何藏毒的呢 虽然早有准备 但现场的情况还是让侦察员大吃一惊 经过清点 现场供结获25只金鱼包装箱 其中有20箱 混有171条有问题的锦鲤鱼 这些锦鲤鱼全部已经肚皮朝天 腹部有一道道长长的用针线缝合的刀痕 拆开缝线 鱼肚内塞有 乳胶套和保鲜纸包装的白色粉末 20只鱼箱中共查处有217包 足有3300克之多 上海海关调查处对这次截获的白色粉末进行了化验鉴定 我们这里有一份这次鉴定所出具的报告 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 标题是关于39毒品化验鉴定情况 这份报告中写到1988年3月9日 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 经使用毒品化验试剂1号2号化验 确认为海洛因 下面有化验员的名字 最后还有上海海关调查处的公章 1988年一次性查获3300克海洛因 什么概念呢 我们单从价格上说 上世纪80年代 100克海洛因在金三角地区的售价 应该在200美元左右 经过运输贩卖 到达美国之后 就可以卖到2万到3万美元 那么这次一次性查获了3300克海洛因 毒资应该上百万美元 早在1950年2月 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 收缴毒品进种因素 封闭烟管 严厉惩治制犯毒品活动 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 根除了婴塑种植 短短三年时间 就基本禁绝了 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至此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 我国已无毒果享誉世界 近30年 也就是说 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 那实在我国毒品犯罪还是不常见的 这次在上海发现了3300克海洛因 而且还是跨国犯罪 在让人感到惊讶的同时 也不得不引起上海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39案件发生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时间 就向中国公安部做了汇报 由于案情重大 再加上是跨国贩卖 所以公安部的领导经过讨论后决定 实行国际合作 联合抓捕 我们来听一段 时任公安部刑侦局 主抓禁毒和国际合作事务的分管局长 袁永元的回忆录音 在这里我为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控制下交付 这其实是进毒部门 在发现毒品之后 在保密的前提下 将毒品按照贩毒分子事先的计划 或约定好的贩运方向 路线地点和方式 顺其自然的将毒品最后交到接货人手中 这样做的目的 往往是为了将那些人祸分离的贩毒分子引出来 并以此将所有涉案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 制定了作战方案之后 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沟通 上海市公安局与美国毒品管制署 也就是DEA去得了联系 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 三月九日下午三点 三九特大走私贩毒案 侦破指挥部正式成立 指挥部同时下达命令 全力侦破 挖出幕后人 另外 为了能够抓获这批毒品的美国接货人 请机场方面迅速给美国旧金山的收货人 打了长途电话 就说因为飞机的货舱有限 所拖运的货物 九日未能发出 该在十一日发出 方案已经基本确定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赶紧控制 抓捕上海的犯罪分子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 走漏出去 否则的话 前功尽弃 经过询问 审理 警方很快就控制了 前来办理这二十五箱 仅礼于托运的送货人 此人名叫朱昌玉 是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的一个个体商贩 望着被搜出的一包包毒品 朱昌玉连忙说 哦 这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这是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的黄坤明 托办的 说着 他就从腰间掏出了一张委托书 就是这张 看一下 上面写着 本公司委托上海市长宁路 1632弄44号甲 朱昌玉先生 为本公司业务 办理在上海购买 托运 转口金鱼 至美国三藩市 拜托 三藩市 圣弗兰西斯科 也就是旧金山 落款人士 黄坤明 看来 这个案子 幕后的关键人物 就是这个叫黄坤明的人 在当时 这个案子有两方面的首例 除了 他是首次在上海发现的毒资 如此巨大的海洛因走私外 在贩毒手段上 用锦鲤鱼藏毒 以前 也从未出现过 锦鲤鱼鱼是一种彩色鲤鱼 因其鱼体表面色彩鲜艳 花色似锦 所以得名 在日本 锦鲤鱼被视为国宝之一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锦鲤鱼更是风靡国际市场 据说 一位名贵的绝品金鲤鱼 售价可高达五百万日元 这样的市场环境 就给毒贩带来了可乘之急 那天 前来朱昌玉处洽谈业务的 是两个自称是香港康伦发展 有限公司住户商务代表的人 订购两千位金鲤鱼 成交额为一万元人民币 这对于普通鱼饭来说 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据朱昌玉交代 这个叫黄昆明的人 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是由一个叫卢竹梁的人 给他送来了三千元的信用金 三月九日 也就是案发的那天 卢竹梁到机场交代后 才匆匆离去 案件渐渐露出了端倪 在掌握了初步的情况后 为了抓捕卢竹梁 侦破指挥部有意将 四周的侦察人员抓获了 经审讯查明 这个卢竹梁 十年三十一岁 上海诗人 因为多次爬窃 被劳动教养 同时查明 黄昌明 黄昌明 他的真实姓名叫王宗小 也是上海诗人 十年三十二岁 1984年 因为走私 被劳动教养过 解除劳教之后 应聘到广州新市 蛇皮加工厂 任供销员 王宗小和卢竹梁两个人 是在黄浦公安分局 关押时认识的 之后两个人又一同在 大风农场劳教 释放之后 两个人来往 非常的密切 另外 据卢竹梁交代 与王宗小一起托运毒品的 还有一名 叫梁俊华的广州人 1988年3月8日 王宗小身边的马仔梁俊华 带着海洛因 来到青年会宾馆 与王宗小会合 接着 他们就在宾馆客房里 剖开从市郊养殖厂 买来的锦鲤鱼肚皮 将白粉装进主胶套中 一袋袋塞进去 从晚上一直干到 第二天凌晨 卢竹梁同时还描述说 王宗小曾眉飞色舞的跟他说 只要这批货运出去 我们就能捞到上百万元 那天白粉塞完之后 四个人同乘一辆出租车 将鱼送到市郊鱼场 装箱之后 在由卢竹梁送往机场 掌握的情况越来越多 网越收越小 看来 这个王宗小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 于是指挥部迅速组织警力 赶往青年会宾馆 当公安人员赶到青年会宾馆的时候 已是人去乌空 据宾馆的人员反映 住在这里的人正是王宗小和梁俊华 两个人一共住宿了12天 可此时已经退了房 不知取向 据宾馆保安报告 3月9日凌晨3点20分 王宗小梁俊华所住的428房间的火警警报装置 曾自动报警 当保卫人员赶去查看时 发现房间里除了王宗小梁俊华以外 还有一男一女 两个上海人 此外 在宾馆的浴缸内 保卫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死金鱼和鱼星物 报警器之所以自动报警 是因为有人在屋内焚烧纸张 保卫人员当即指责了他们 并责令外人离开宾馆 也就是在那天早上的午点 王宗小等人退掉了房间 侦察员对王宗小留下的笔迹 和给朱昌玉写委托书的那个黄坤明的笔迹 进行了比对 证明出自同一个人 随即指挥部决定 兵分两路出击 一路在机场 车站 码头等各交通要道 堵截罪犯 防其外逃 第二路 经公安部批准 决定将犯罪分子的锦鲤鱼恢复原状 11日从上海发往旧金山 并委派袁有根同机坚送 与美国机毒署合作进行真空 3月11日 中国民航CA983号航班 经过了十个小时的飞行 于当地时间早上八点 降落在了旧金山机场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 机毒分署的警官们 立即迎了上去 就在机场的办公室里 袁有根向美方简述了案情 以及押送毒品的情况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也为了证据确凿 当两名贩毒分子乘车 去提取锦鲤鱼时 美国警方并没有动手 旧金山时间下午3点47分 在美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下 一辆奶白色的小型工具车 停在了四海水族馆仓库的门前 此时对降机里传来下达命令的声音 沉住气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动手 4点23分 电子追踪仪发出装有 仅鲤鱼货箱的木盖被开启的讯号 4点37分 电子追踪仪发出 仅鲤鱼冲气水带游离讯号 4点45分 电子追踪仪的讯号消失 罪犯得手了 行动 指挥官一声令下 率领着 击毒行动队员们冲进了水族馆的仓库 用冲锋枪顶住了三名 得手之后 正要逃跑的毒贩 现场抓捕梅坚益 谭锦强 李济雄等八名贩毒分子 搜出冲锋枪 手枪 长枪 各一支 子弹一百多发 同时还搜出窝藏的另一毒品 可卡因一盎司 行动结束后 美国基督署根据中国警方提供的 毒品分析化验报告数据 对这批海洛因的成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 结果证明 这批海洛因的纯度达到了92.8% 属于运用高新技术精炼而成的复合毒品 是四号海洛因 属于纯度相当高的一种 而当时中国境内的贩毒分子 不可能掌握到如此先进的技术 因此可以断定 藏在这些仅立于肚子里的海洛因 全部都是境外流入 最后通过计算机 检索这批毒品的来源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批海洛因是出自于金三角地区 一个名为大西洋岛屿的 国际贩毒组织之首 现在的形势是 这批毒品的买主有了 运送毒品的嫌疑人也已经在控制之中 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呢 其实早在三月九日案发后 侦破指挥部就已经盯上了那张托运委托书上 所署名的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 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香港警方在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授意下 一直对这家渔场处于秘密监视状态 而此时时机已经成熟 三月十二日晚八点四十五分 国际刑警香港支局的警察们 冲进了这个渔场的经营者王宗晓 在香港的关系人梁德伦的寓所 将梁德伦夫妇抓获 非常遗憾 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梁德伦的照片 后经审讯得知 这个梁德伦是香港康伦发展有限公司的经理 十七八年前 他是广州一家工厂的工人 因为犯有流氓前科 在厂里待不下去了 于是偷渡到了香港 现在他可是今非昔比了 梁德伦偷渡到香港之后 加入了东南亚一带老牌的黑社会组织 在这之后 他迅速上升到了中层的位置 同世界各地的一些贩毒分子都有联系 这批毒品就是他从金三角买入准备贩卖的 1987年12月 梁德伦曾专程从香港赴广州 向王宗小明确布置贩运毒品的阴谋 梁德伦对王宗小透露 上海有托运金鱼去美国旧金山的航班 在鱼渡中夹藏东西出去绝对没有问题 王宗小到上海后 通过卢朱梁认识了卖金鱼的个体户 朱昌玉夫妇 1988年1月初 梁德伦再次从香港来广州 与王宗小见面 并将4500克的酒包海洛银交给了王宗小 并当面告诉王宗小怎样装入 据梁德伦交代 毒品的总数是4500克 而在机场缴获的是3300克 那还有一千二百克在哪呢 这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 另外梁德伦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其实这批毒品的美国买主 梅建议谭锦强 李济雄三人 被旧金山基督署行动队抓获之后 梁德伦就接到了一个旧金山黑社会组织 打来的报信电话 梁德伦没有想到 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小的情况 就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了 至此按照指挥部的既定方案 涉案的毒贩除了上海的王宗小 梁俊华之外 其余的关键人物都已悉数落网 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那么此时 王宗小人在哪里呢 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梁俊华 王宗小的消息 指挥部决定立即改变作战方案 去查找这两个人有可能去投奔的关系人 三月十二日下午两点通过线报 终于有了两人的消息 并获悉 王宗小和梁俊华两个人已经约定 要在上海市北部的囚江路和宝山路交汇处的 六十五路公共汽车站会合 准备逃离上海 随即指挥部发出了立即拘捕案发案的命令 各路侦察人员二十多人分别从黄埔 鸿口等各个侦察点驱车赶赴现场 并且在拥挤的人群当中 确认了王宗小梁俊华等人 就在王宗小梁俊华等人准备离开时 早已埋伏了侦察人员的两辆桑塔纳轿车 驶到他们面前 王宗小被捕之后 经过搜查 缴获了其还没有来得及塞进鱼肚子里托运的 剩余的一千二百克海洛因 其实对于自己身处险境 王宗小早就有了某种预感 早在三月十日中午 因为前去江阴路花鸟市场 取托运回单的卢竹梁一直都被与他联系 他就觉得事有蹊跷 为保险期间 他退掉了宾馆的房间 下午他与远在香港的梁德伦通了电话 得知美国方面没有收到发过去的二十箱锦理后 他的心里便咯噔一下 这之后 他又试探性地往江阴路的花鸟市场 去了个电话 没人接 为此他还特意去转悠了一圈 摊位的门是关着的 到了三月十二日 王宗小再次打电话给香港的梁德伦 可是结果还是说没收到 这就太奇怪了 炉竹梁不见了 发出去的货也没收到 难道真的出事了 狡猾的王宗小 这个时候终于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决定得离开上海 但他哪里知道 此时他已经是插翅难逃 伴随着王宗小的落网 三九仅理于跨国贩毒案 宣布告破 这起案件从案发到收网 仅仅用了89个小时 在此期间 中国香港美国三地警方联合出动 在中国的上海 苏州 香港 还有美国的旧金山 一共抓捕到18名涉案人员 查处拦截了上百万美元的毒品 海洛因 成功端掉了这一跨国犯罪集团 可以说 这个案子到此 干得漂亮 事后 北京时间3月17日上午10点 华盛顿时间3月16日晚上6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美利坚合众国基督总署 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 中美两国警方首次合作 成功破获了国际特大贩毒案件的消息 1988年的3月14日 美方在发给我驻美大使馆的电文当中 还对旧金山阶段的破案过程 进行了总结和描述 我们这里有这份文件的影音件 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份文件当中 分步骤详细记录了整个行动的过程 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行动展开 尤其是美方对于中美双方这次联合行动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 文件的开头部分 翻译过来看 他是在强调 这次行动是中美双方完美实施 控制下交付海洛因毒品案件的首例 在这之后 这个案件的侦破材料 还被作为经典案例 交给了国际刑警组织 进行研讨 只是这个案子到了这里 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谁都想不到 1988年5月 美国旧金山助理检察官史文森 和美国基督署警官艾游 就此案来华取证 同年9月 为协助美国警方 对所有在美涉案人员定罪 经外交部公安部批准 上海市公安局组织以原有根为首的警官小组 押解案犯王宗小赴美出席听证会 并作证 1989年12月27日 在美方的再三请求下 而且是在得到美国政府的书面保证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原有根等一行人 押解着王宗小再次赴美出庭作证 此次美国执行 中国警方是抱着加强国际基督合作 和将所有案犯都绳之以法的目的 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次美国执行 事情会急转直下 突然恒生变故 原有根一行押解王宗小到达美国后 美国联邦司法警察局将王宗小暂时积押在美国旧金山联邦监狱 直到一个多月后 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才开庭正式审理 仅礼于国际贩毒案 1990年1月30王宗小出庭作证时 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法官奥利克 在中方押解小组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单方面为王宗小提供律师 在美方律师的策划下 王宗小当庭翻供做假证词 并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法官奥利克置中国警方的抗议于不顾 以受理王宗小的申请为由签署法庭令 限制中国警官小组将王宗小代理美国 并限制中方的警员与王宗小接触 这个消息让压借王宗小赴美作证的 中国警官小组愤怒至极 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 袁有根的回忆录音 他怎么能把我们压力作证的 人犯你把它扣留下来 你有什么权利 我来把你压力作证 你就把它扣下来 你这都太不讲道理了 所以后来 他们这个警察长什么都出庭了 警察也站在我们边 事情发生后 中国公安部 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多次与美方进行交涉 但得到的答复都是 美国司法独立 美国政府无法干涉司法判决 美国司法部基督署和检察官 也多次针对奥利克的判决 提起上诉 但是都没有结果 1993年10月 美国地方法院做出 永远禁止将王宗小 置于美国司法管辖以外 或遣返中国的裁决 对于这一结果 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自此 王宗小一直留在美国 长期以来 由于他没有合法身份和职业 15年间 他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从事着违法的勾当 直至2003年1月14日 王宗小因为黑吃黑 被仇家乱刀砍死在美国街头 这也算应了那句话 恶有恶报 王宗小死亡的消息 传到了上海 也传到了袁有根那里 袁有根手上握着报纸 陷入了沉思 看着报纸上刊登的 王宗小死亡的照片 袁有根突然觉得 他像极了一条被放大了的 腹中藏有毒品 已经死亡的锦鲤 二零零一年 金三角地区头号大毒枭在灭了一条被放大了的 中年电落网 警方如何揭开 谭晓琳的庐山真面目 就是这个面目普通的中国人 他的被捕当时可谓是轰动事件 派出落地 放长线调杂 中国基督警与谭晓琳贩毒集团 有着怎样的生死较量 这就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中年两国警方联手展开勤销行动 引渡过程又为何危机重处 一个真的 一个假的 原本是一次正常的移销 为什么要搞得如此 罪恶累累的大毒枭 将为他犯下的罪行 付出怎样的代价 档案为您揭秘 基督中案录制 红色通缉令 至勤毒枭 韩晓琳